這可能是全美國現在最紅的手扶梯了 原來商業大憨川普 當初就是在這座手扶梯之上 公布他的參選宣言 接著瀟灑搭手扶梯離開 連卡通辛普森家庭中的老爸河馬 都趁機站在川普背後 和頭髮妖怪大戰 看來川普真的對位於紐約 川普集團總部的手扶梯 情有獨鍾 連川普受訪的時候 都要特別選在手扶梯前取景 現在這座手扶梯 也自然成了紐約觀光新地標 四拍合拍通通來 因為誰都說不準 搭上這座手扶梯的川普 不小心真的會當上美國總統 川普特別掛保證 白紙黑字簽名宣示 如果這次不能代表共和黨參選 他也不會獨立參選 總之一定會替本屆共和黨候選人 服選到底 因為這個人最後很可能就是他 川普已經增加了他的領域 現在升至30% 就算民調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參選人 加起來都輸給川普 也讓川普越選越有自信 只是走出共和黨 川普在墨西哥一選民中 支持度勝不到8% 這股川普旋風能不能順利吹一道選前 也令人質疑 記者林嘉賢報導 我他說 Big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